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次我們又回到島門白礁這邊回訪一個項目 雖然叫回訪,但上次來的時候其實示範單位都未開 只能夠在模型區位等等介紹一番之後 看著圖子解釋給大家知道 今次示範單位就開了 樓盤名就是案子丁蘭 上次解釋過這個名字其實都很書卷味 整個項目就不算很大規模 說八棟樓,兼且是低密度的設計 前排的座數就17層高 後排就26層高 護形也是相當簡單的 74平方米 和95平方米兩款 當中95平方米就已經做到藍不對留 而74平方米 無論客廳和房都是向藍面 所以整個項目叫做護潮藍的一個設計 現時首推的二棟,即畫面看到的這一棟 已經是賣得七七八八 接下來就會加推一棟 現在就在收醜 到底這個項目的性價比又高不高呢 現在我們先來了解了模型部分 看看它在推哪一座,加推哪一座 具體位置在哪 跟著我們就去看它兩款的示範單位 現在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慢慢欣賞這個航拍的畫面 提到一句,航拍畫面是上次到訪的時候拍攝的 MING PAO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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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即將加推的就是我們的1號樓 1號樓會在7月中加推 整個小區來看看 小區主要分三個車入口 我們從這個主入口進去之後就是人行 這個小區是人車分流的 主要來說到時車行的話就在小區的左手邊進去 要一圈之後在我們的右手邊發出來 小區主要分三個車入口 另外我們可以看看我們前面的一排 會有3000平方的一個臨街商鋪 到時候我們紅機這邊都會採用自己的物業 物業因為我們現在定制是我們一個連華系列的產品 到時連華系列它會包含有自己的一個服務配套 包括我們現在在中山有個項目叫做金色連華 它現在配套的商鋪屬於我們支持 到時候我們會引入我們一些連華的餐廳 連華的藥房 包括超市還有一些連華洗車和洗衣服務 我們所有的連華系列產品就證明我們現在目前紅機 做一個高端的產品系列來的了 我想問一下我們現在賣的是哪些呢 我們現在主要賣的是我們二棟這個產品的 二號樓 現在鎖性的樓層就不多了 鎖性樓層就不多 有74平方兩房和95平方三房 未來的話呢 我們預計在下個星期就會加湯我們的一號樓 一號樓到時的話呢 樓層和貨量都會比較充足的 目前來說呢 可以看看我們基本上一梯兩戶一個產品 基本上一個電梯七泥就01和02戶型 神版樓的設計來說呢 目前在整個珠海市場來說呢 都會比較少的 會比較稀缺的 那現在我們的售價是多少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均價是去到 我們現在是大精裝七售的 我們均價大概去到1萬5元左右 1萬5元每平方 那好像現在74平方這些一個房源的話呢 基本上它總價大概是110萬左右 那如果你說95平方這些三房兩廳兩位的產品呢 它的總價大概就是140萬 140萬 那交流時間是多少呢 交流時間呢 因為我們公司考慮到 因為我們這個小區 總的規劃是655戶的 八棟樓 那公司考慮到 以後業主入住的一個舒適性 所以我們可能會同一交流 同一交流 所以我們預計交流時間 最遲是在2023年的10月份 最遲是2023年 當然來講開發商都會預留少少少時間 到時會提前交流的 是了 那我看到呢 我們前面這一排呢 是這個靠近馬路 那它這個玻璃的話 即是它是雙層玻璃嗎 還是單層 即是我們考慮到一個噪音問題 是 當然這個考慮的問題呢 非常值得關注 首先來講呢 我們因為前面那一排呢 一到四棟是17層高的嘛 那麼我們都會靠近我們這條白礁帶道 它一個雙向白車道來的 那麼中間呢 中間呢 都會有一個花林帶的了 那麼基本上呢 前面那一排呢 我們都會業主做了一個升級的處理 所有陽台 包括我們的主人房 和客房的窗呢 都是採用雙層中空的隔音玻璃來的 所以呢 避免一些噪音 而且現在好像一些塵的污染啊 所以來講呢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距離馬路大概有幾遠呢 前面那一排 現在前面那一排的話 距離這個馬路的話呢 我們大概去到四十幾米 四十幾米 沒錯 那麼現在的話 香港那邊 可不可以做到直態 或者按揭啊 我們現在有香港直態的 我們有香港澳門都可以做到直態的 因為我們已經引入了的了 有哪些合縱銀行呢 我們現在暫時來說呢 都是澳門公行的 那香港那邊都是這個澳門公行的 是可以做到的 是我們已經培訓了 所以 無論你在香港或者澳門的話呢 都可以做到的 可以直態 沒錯 那就是就是 人不用過來這邊 只可以在香港或者澳門那邊 可以全部搞定所有的手續 基本上呢 他到時人都是要過來一次的 因為到時呢 他有些銀行呢 我們都是屬於一個互通的 那跟公行來講呢 互通那到時來講呢 有些手續呢 可能都要過來一次左右 一次左右 嗯 好 那我們去看看那個示範單位吧 在模型這一邊了解完現時在售 和即將加推的課員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去看示範單位了 現在大家來看一個74方的兩房兩廳一位的示範單位的 嗯 OK啊 那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一個交流標準 首先我們這個入門的話呢 會配備一個門和海貝斯的門鎖的 那這個門呢 現在的裝甲門 基本上呢 成重的話呢 現在去到200斤左右了 非常之厚重厚實 那另外的話呢 現在我們從這裡進來呢 就是我們一個圓關 那麼我們這個圓關櫃呢 是屬於裝標來的 那到時候呢 會戴好的 那鞋櫃呢 這些就不用家裡自己裝的了 基本上我們屬於一個交標來的 啊 那看 那看回一下這邊了 這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廚房了 那麼我們到時廚房的話呢 都會有一個推拉門的 那麼就防止這個油煙呢 啊 弄到一個客廳裡面 那麼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廚房的交標呢 會配有三件套的 那麼基本上品牌呢 我們都確定了是老闆的了 老闆這個品牌 所有的交標來講是非常之高的 包括我們所有的錘櫃 這些都屬於交標 裝好了 啊 業主可以放心 可以拿包進去了 嗯 我有一個問題呢 那麼這裡呢 我們就要留一個熱水器的位置 但是這裡有一塊板的話 不是 哦 這個其實你不用擔心的 因為呢 我們是做了一個精心的設計 到時候呢 它這個是會隱藏式的 那麼你到時安裝起來呢 人家會幫你做一個轉孔的 是啊 基本上來說呢 你就做一個電視隱藏式呢 就讓你整個家裡邊呢 就不會顯示這個熱水起露出來 是啊 不會那麼突然 是啊 就會漂亮很多 那麼基本上呢 好像我們現在呢 這個洗手盆 都是採用這些大單槽的洗手盆 基本上來說呢 如果你說洗平時比較大的鍋來說 都會OK的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再採用這些 雙槽的洗手盆來的了 大單槽呢 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這邊這個窗 到時候看出去的 這個是一個空中連鑼 還是一個室內的一個走廊 這個窗外呢 這個窗外呢 是我們一個空中的 到時候呢 這個窗外呢 和對面的窗外都是一樣的 可以窗外回到我們小區圓林的 是的 基本上呢 現在暫時 樓渠的問題呢 正在起樓 所以呢 他做一個安全性 所以就暫時封了 到時候呢 一條走廊來的 可以通風採光的 是的 沒錯 这边来看我们的客厅 客厅和餐厅基本上我们的开间是非常之大 去到3.5米的开间 3.5米开间 镇3.5米来说7.6米 整个客厅大概有26个方 包括来看我们的阳台 阳台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是做了一个风窗的处理 因为这边是向南边的 通风采光都会比较好 可以看一下 另外包括我们阳台这边 这个洗衣柜 包括我们的储物柜 都属于交标来的 都是做好的 都是做好的 为业主处理完的 所以我们来说交标来说会非常之高 交标会非常之高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前面一排的四栋 所有的潮马路都封了枪 是呀都是封了枪 都是双层的中空介音玻璃来的 后面的四栋就不封了 后面的四栋就不封了 没错 前面四栋是封了 没错 那我们听一下交标是哪些呢 我们现在听一下交标 除了一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天花吊顶的 这个射灯是属于交标 另外我们现在这里贴了墙子 到时候这个就不属于交标 不属于交标 到时候都是白色的雨胶漆来的 白色的雨胶漆 没错 我们看一下房间 可以看一下房间 房间这个是74平方的两房两厅一位 这个房间基本上来说 有个大的飘台 有个大的飘台 现在目前的飘台比较大 会很舒服 应该有七十七八十公分 八十的 八十公分 这个房间大概面积 去到差不多九个方 九个方 没错 都不错 整个方 但是看起来是不够开阔 它是做了一间影音室 到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一间就一分二的 这个做到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 到时候 早上 如果需要 家人要去洗手间 或者 就不用 站住 基本上洗手台 我们会设计在旁边 在旁边 现在看到这些都是交标 对 现在看到都是交标 我们这边采用的 都是科勒的品牌 好 现在我们摆一摆这个 因为 我应该会搞卫生 是的 先试一下 那这个就是一个主人房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主人房 刚好我们也是重新一个改造 所以稍微来说会比较乱 对 比较乱一点 其实这个主人房来说 其实都去到11个方左右 11个方 基本上会做一个衣柜 这个是交标吗 这个就不是交标 长子这些衣柜是不属于交标的 就是空房交标 对 就是空房交标 就是白色的雨交车 还有一个石膏线 还有我们一个旅客的踢脚线 另外呢 这个是灯位还是灯泡 它是一个吸顶灯来的 吸顶灯 对 没错 吸顶灯来的 嗯 那这边都是一个飘窗 对 都是一个飘窗 南向的 是的 好大 都 那好像这个七十九方的两房 七十四 七十四方的两房的话呢 嗯 它的这个总价大概是多少呢 它的总价大概现在来说 大概是110万 那如果你按三成首期来计算的话 大概是三十二三万 三十二三万 对了 好了 听完长进的介绍之后呢 我们又来用第一身的视角 看多一次 这一套七十四平方米 两房一位的示范单位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這個預留已經夠了位置 這邊就看看餐廳 餐廳和廚房 到時候我們這個餐廳的位置 基本上可以放到一個桌桌 基本上這個位置 現在來說就是一個南北對流的位置 這個預留了窗 另外我們這邊也會預留了一個花池 這個花池是一個外面的外立面 如果業主或自己想種花都沒有問題 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可以放一些花出去 可以放一些花出去 這個廚房 廚房的話菜乾都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都會有兩塊玻璃 兩個窗會比較大 基本上三件套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老闆 抽油煙機、煤氣爐和消毒碗櫃 到時候這個位置就是放你那些 垃垃圾的東西 垃垃圾的東西 下面也有預留這個插座位 對 預留你到時候可以放一個淨水器 或者電動的東西 對 然後這裡就是預留的一個熱水器 對 沒錯 那這個是不是到時候要自己去磚洞 到時候如果你說放置 這個很簡單 到時候可以 旁邊的人也可以幫你放置 對 帶上工具過來很快 對 然後這裡就預留一個冰箱的位置 預留一個冰箱的位置 對 預留一個冰箱的位置 到時候會有一個推拉門 一樣會有一個推拉門 嗯 然後這裡是一間二童房 不過現在司法師公共 大概看到是放了一張咪二床 嗯 咪二床 然後床頭櫃 包括衣櫃的空間來說都是OK的 嗯 嗯 這邊就是一個客位 嗯 客位就是 我們這邊 你現在屬於看到的交流標準 除了這些呢 除了這些帽子之外 這裡也會有一個帶的飄窗 就會比較舒服 其實很多客戶都會比較喜歡這個飄窗的位置 增加一個儲物空間 是啊 嗯 這裡是有一間書房的 這間書房可以做書房做客房都OK 這間如果你說公共那間可以做客房 這間可以做兒童房 可以做兒童房 可以做兒童房 到時候這個兒童房這個位置 這個窗就看回小區的圓林 嗯 看回小區圓林 因為這邊是向北的 我們公共那邊 所謂的客廳和主人房就向南 所謂的南不對樓 這個房 嗯 這裡就是主人房 這個就是主人房了 哦 主人房可以做到一個小小的步入式衣櫃間 是啊 主人房我們是設計了一個衣櫃間 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應該不是膠標 這個就不是膠標 到時候你自己可以做一個設計 是啊 看一下先 它的盡心都有60公分左右 OK夠用的這個 這個 這裡就跟客位一樣的膠標 都是大道飄窗圍 光石分離 然後所有的衣櫃這些 都是用的 是科勒的品牌 是科勒的品牌 好 這個 旁邊三層 那好像這個 95的這個三房的話 它的總價大概是多少呢 現在其實好像95平方這個三房 它的總價大概是140萬左右 140萬左右 是啊 140萬 你首期三成大概是42萬 40萬到42萬之間的區間 是啊 嗯 好 我們再來用第一身的視角 看多一次這套 95平方米 三房兩位的示範單位 難不對留的護影 它全個屋院 基本上的露台位都和你封了它的 所以 可以用的室內空間會大了 那現在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再看多一次這套示範單位 非常感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品品等等都是各有所好 若然你是想看到一些光景等等 的確可以考慮保利茉莉花園或時代天雲那一邊 但如果你覺得故鄉南 和現在看出去南面這些景觀等等都是開陽舒適的話 這個項目也是一個首選 我們拍攝當日也有很多代理門 以及也有帶著客人來參觀的代理 過來這邊考察 過來看樓等等 也可以理解到這個項目也都相當之受到市場的關注 最後我們給大家看看 這個樓盤裏面所選用的建材部分 各方面的用料到底是怎樣的 如果你對這個項目真是感興趣的 記得盡早聯絡我們 看看現時有些什麼產品可以選擇 或者 加推的一動會什麼時候開售要不要落醜等等 現在大家可以看著這個建材部分的展示完結這條影片 繼續見 來到我們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E1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之後向左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8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也是相當快捷 上到8樓之後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准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的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李徐琳 喜歡訂閱 至今